好,在子童附近的WhatsApp的時候 大家都看到桌上有什麼東西 今次開箭你那一盤 沒錯,是我最喜愛的Batman 而且是這個遊戲Arcum Knight的版本的敵人 他好像比Batman更加有魅力 你只是說設計也贏了 我不是說遊戲裡面的Batman設計很差 是他太好了 首先講一下盒子 這個盒子我覺得是漂亮得不得了 比起上一隻Batman 第一,有層次 摸上它的質地,這邊是亮 這邊是磨砂的 好漂亮 然後還可以這樣打開來看裏面 所以我想起Cray Art的改 都像,是尺寸不同 甚至乎連頂的Logo 或者後面這些位置 其實都分開了質地來做 很漂亮,很質感 這個盒子不捨得扔 我擦遠一點,其實Cray Art改得很好 究竟這隻Hot Toys有什麼吸引呢 即爆 即爆 很難爆 好,先爆一下 時間關係呢 有backdrop 方便室內玩家拍半身照 好,盒子就開了在這裡 先開一點點給大家看一看 我先拆了那個工具 有很多… 配件 配件 整個給你拆 我整個秤給你拆 好 好 好 德哥在拆的同時 也給大家看看 整個人 藍色的主體 旁邊就有紅色的配件 有甲 還有有多個頭 是的 OK 好 在這個時候呢 好,接著可以看一看這邊 剛才那個抽東西 當然 煙霧彈、手榴彈齊了 兩支長槍 好多不同 1、2、3、4、5、6、7、7隻造型手 兩支短槍 哇,真是… 講工具也值得票價 正啊 在遊戲裡面 這兩支短槍合起來 變成一支長槍 那當然啦 現實你很難做到這件事 無論Pierrex塊也好 Hottoys也好 都是分別獨立出兩支的 那先講個Figure 哇,這支真的外不適守 哇 就是剛才我說的那支 兩支合起來 變成一支追擊槍 好漂亮啊這個 給另一隻造型手 剛剛這支 漂亮啊 好,看到這支槍 也有足夠的舊化在當中 金屬感也處理得一如以往的好 對呀,深線才漂亮啊 你看看 我想問這支槍有沒有彈夾 這支槍有沒有彈夾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彈夾 全靡完起啦 也感到過了 當然 這支槍 沒有一個 親切駕的 沒有啊 為什麼 彈很高 沒有一個 不自得 一切 以前的故事啦 沒什麼所謂 其實他就是羅賓來的 叫Jason 之前小丑對付了一個Jason 理論上作品裡面漫畫已經寫了 不過他就抽了出來 所以為什麼一直打的時候 你都會發現這個人這麼厲害 知道了所有蝙蝠俠的套路 查案的方式等等 剛才德哥也有說 這個情境很重要 因為整個遊戲裡面 故事一開始就是 杜草人放毒 令到整個城要在一晚之內切離 他就帶著一大班的暴客 拿著直升機 坦克 佔領了整個葛咸城 蝙蝠俠就跟他們打 為什麼有兩套甲呢 就是去到最尾的時候 蝙蝠俠一拳打爛了他的頭盔 知道他是Jason 之後他就再不是藍色 就變成紅色 所以就有兩套甲 沒錯 好 那配件真的很多 也都可以很充足地玩得到 你看到雖然他很多 理論上是布的項目 今次譬如這些腰包 那種用膠 其實我自己反而喜歡用膠 我很擔心那些人造皮 片片碎 因為其實 你看回本身 阿坎 Knight他的身體 他的身體 或是我的身體 全部都是人造皮 所以你問我 我自己反而 其他仿皮的東西 用膠去做 我用膠去做 就會好一點 至少我可以玩久一點 還有你會容易保持 很精緻 用這個1比6的尺寸來做 讓你手去夾起來 可以拍一拍一些 特別留意 他身上的夾 手 肩膀 背部 都做了適量的 刮花 對 刮花的紋 有件事最重要還未做 我沒有理由 有燈我不著 在哪位 在他的後腦 對 磁石 所以不用擔心 非常之簡單 對 不過嫌他的褲子 就太乾淨 自己加一點 對 前面也有些舊化 在鞋頭 身頭 那些鞋子 有些顏色 不過補充一句 Red Hawk的頭是沒有燈著的 不要誤會 講這遊戲的時候 其實 除了受歡迎之外 在當年 一直玩的時候 一直都不知道這是誰 而且 他的造型 很有蝙蝠俠的感覺 是 由他第一張官圖 流出了 大家都想 是不是蝙蝠俠的新造型 是 這是第一時間會 哇 你可否認得這樣 Batman 那時候以為是Batman 對 直到遊戲出了 你才知道 原來這是敵人 是對手 對著一個 跟自己一樣 很熟悉 套路的敵人 究竟怎樣打呢 也是這遊戲最吸引的地方 發展到後期 你真的要打到大哥 打到最後最後 那一段 那一段 看片那一段 其實不讓你錄的 共轉 沒有啊 理論上 PlayStation PlayStation 可以錄的 對 去到那一幕 停了 麻煩你自己 當然你可以拿手機出來錄 沒錯 所以不能浪費 對 所以最初大家都不會知道 這是一個什麼角色 但是你玩過你就知道 這個角色很有魅力 還有 很有哀歌在裡面 是一個悲劇英雄的感覺 恩愛成恨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動一下它 動一下它 站到那麼久很慘 玩具當然會用來動 但受制於連身衣 它的可動就差一點 是的 連身衣 這個真的差一點 不過我看的是 手肘的可動性都沒有問題 它重要呢 我們轉一點給大家看 手肘是補多一層的 是讓它沒有那麼容易爆 沒有那麼容易化 原因就是 因為一會我們會拆甲 即是將它藍甲轉紅甲的時候 那個位置 其實是最容易刮花 以及最受影響的部分 挺危險的 我就是擔心這個質地 你到底放在上面 是呀 我很怕 一件喜歡的玩具 你看著它片片碎那種感覺 其實真的很慘 所以真的 玩具買回來就開來玩 當然 你死在自己的手 一定比射在盒子裡面 射在大自然 沒錯 好 那這個時候 你的腳也看得挺高 是呀 可能它做了摺腳 爆地就有些難度 應該 不要薄了 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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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弱一點 因為後面呢 有很多細節在後面 所以都薄了 基本的左右也沒有問題 但是雙手持槍應該就沒有問題 做到這動作 好 接著就是玩玩腕甲 是呀 好 換甲 其實 這些甲它有分左右 所以你看看它後面有分L 這樣就對應相應的位置 好 我們很快給大家看看 身上的藍色甲 頭是藍色 心口是藍色 我們側身體 肩甲是藍色 這個位置有點難度 你看到只是少少側邊 然後呢 手肘這裡 再加上前面 石頭肩 腳掛前面 我們呢 剛才指的部分 全部都可以換甲 那怎樣換呢 其實很簡單 雖然就不是全部都是磁石 不過呢 就像高達模型一樣 有些筍位 對 有兩個孔 咦 可以去玩這個 電路奇俠 咦 是啊 我一張照片一定要拍 不用了 索性用這個來試 還過癮我又省一半時間 試在一邊 那就好 真的教我如何不愛他 大哥 咦 還有一個肩膀 對 最危險的地方 肩膀要按 肩膀呢 有一件事 展示不了給大家看的 就是呢 其實它是一個波裝甲 不過波裝 這樣之上呢 它有一條彈弓 不是叫彈弓 這叫什麼 橡筋 是扣住了一個波裝位的 對 現在給大家看看 喂喂 鬆下去看 對 拆的時候呢 你不要純粹一個這樣扯 你條橡筋呢 九二九支會脫 你要按住條橡筋 然後才拆 這樣呢 就安全了 否則呢 你這樣斷了一條橡筋 就很不值的了 好 然後呢 就照樣拍下去了 這樣就搞定了 好漂亮啊 這個造型 正 電腦奇合版 我突然想起 紅骷髏 是啊 我也有 不敢 這個電腦奇合版 就差不多了 是啊 I come Kikada 接下來就會出一個 沒有嘴版的編法 最厲害 黑紅版 會是全紅的 這個不是官方 全紅都是官方的 好 做事 好 不要緊 這個快鏡 有什麼評論啊 兩位 這隻 紅色漂亮很多 有些照射 還有這個造型手 很少可以有這種造型手 這個是劇裏 整天都做的手勢 就是白 也有的 對 所以 整體來說 這隻 我會給八十九分 真的給八十九分 那十一分在哪 那十一分在哪 價錢 價錢也不是重點 可動性 因為件衣服的關係 我都類似 不過我那些分是 走了去件衣服的 質感 我真的不喜歡人造皮 整件東西漂亮得這麼交關 如果不用人造皮 用什麼代替呢 真皮 不是沒有出過的 Ghost Rider是真皮的 所以就飛起 所以就飛起 OK 這個系列還有小丑 這個系列還有小丑 不是 他出不出 你問我 其實小丑相對性 就 造型上 我又覺得沒有什麼好 很特別 但很少一比六出 這個Slim 這個新型 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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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集 講到這裏 記得留意這張單 派貨日期 好 新年快樂 拜拜 拜拜 中文範 個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